话说如生杨家也算当地的大门大户 一天屋外一群孩子围着一位衣衫蓝绿的老人玩闹 屋内心过门的小妾向大夫人端上了一碗银耳莲子羹 大夫人清敏脸色一变就阴阳怪气地刁难起面前这个柔弱的女人 一旁的杨家老大试图劝阻也被大夫人历声训斥 下人出言相劝他更是撒破打滚大哭大闹起来 这汉妇一般的作为把杨家二弟一家吓得不轻 奈何连自家大哥都怕着汉妇三分 自己就更敢怒不敢言了 另一边屋外一阵风吹过 一位白面书生模样的小生带着自己的小四出现在杨府门口 也许是因为老人衣着破烂 小生当他是杨家的家仆 便恭敬地请他通知杨家兄弟自己求见一事 待老人应声尽府之后 小四不禁感叹杨府这一大门大户对待仆人却如此刻薄 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施舍 周围的小孩一听 笑着说这老人并非杨家家仆 而是杨家的杨老太爷 得知此事后 小生面露蓝色一挥手从门前消失了 到门口的杨家兄弟见门外乌人 全当是自己的老爹被门口的顽童戏耍了 谁知二人一进府就看到白面小生与小四正站在自家院里 原来他就是兄弟二人半年前结交的一位狐仙 马戒斧 今日他游历路过杨家 想着曾与二人结为异性兄弟 就来拜访一兄和二位兄嫂 杨家兄弟支支吾吾却还是将客人迎进了家里 到了屋内 马戒斧不但见不到兄嫂就连一杯热茶都没有 在之后的闲聊中 他发现了兄弟二人的异常 便施法 便出茶水 为二人解围 杨老二看着茶水陷入了沉思 杨家老太爷在通知兄弟之后 便回到后院一直在砍柴 刚要坐下就被出来寻找自己丈夫的大夫人 伊氏看到 并出言讽刺 老太爷连忙继续砍柴 见此他才得意的离开 离开后的伊氏又来到小妾的房里 见小妾怀孕 还穿了新衣服 便大骂小妾之后 将她的新衣服脱了下来 这时家中的仆人来通风报信 说二位老爷在前厅会客 想要上茶上菜 结果被伊氏一口拒绝 语言中处处透露着对杨家兄弟的鄙视 晚上杨家老二带马介甫住在厢房 马介甫故意提及杨老太爷 随杨老二口中得知了 汉父伊氏作恶伊氏 原来这伊氏还在归中时便刁蛮任性 嫁人之后上屋主母 丈夫性格懦弱 一进门便当了家 于是全家就活在了汉父的掌控下 得知家中汉父嚣张跋扈 对家中老小不从尖酸刻薄 马介甫见状便与杨家老二商量 自己找一个偏僻的房间住下 衣食住行不需要他们提供 杨家老二虽然害怕大嫂 但还是在马介甫的劝售下同意了 大哥杨万石在自己的屋里 想要去探望受惊的妾室 被伊氏破口大骂 威胁他不许再去看小妾 那泼辣的样子 要是杨万石心中不满 也无可奈何 次日一早杨家老太爷便辛苦劈柴 看到孙儿摔倒连忙去扶 孙儿给了老太爷一个饼 老太爷狼吞胡咽下 噎到了自己 二儿席见状连忙送上热茶 这本来和谐的一幕却在伊氏的出现后被打破了 他看着这父慈子孝的一幕 出演讽刺之后又直接撒泼哭喊 直到杨家老二出现调和 伊氏自觉无趣便离开了 马介甫住下之后 杨老二虽然惧怕汉嫂 但仍偷偷地拿来粮食 只告诫异地 千万不要被自家大嫂发现 马介甫却实在不忍杨家老太爷 日日穿着粗布麻衣 一把年纪还要被赶去砍柴 便为杨老爷书戏打扮 然后带他去品尝佳肴 杨老太爷感动万分 称连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这样孝顺过自己 伊氏在家中得知此事 便让两个仆宋将杨万石捆起来抽打 故意让马介甫和老太爷听到 杨老太爷被泼妇吓得双手发抖 晕绝了过去 伊氏又在院中抽打丈夫 边打边骂 暗示马介甫多管闲事 让他滚出杨府 马介甫见杨万石被打 现身与伊氏发生了争执 一怒之下略是小劲恐吓了他 伊氏落魂而逃 回到房间也惊魂未定 直到丫鬟朝他吐水才得以回过神来 杨万石见状连忙回房安卫 生怕再被妻子惩罚 第二天杨氏听到两个仆宋 在嘲笑他昨日狼狈的样子 甚至还模仿他昨天的样子 恼羞承诺的他不但暴打了两个奴才 还迁怒于正在房中养胎的小妾 小妾心中委屈却无可奈何 伊氏不但言语辱骂 还将他的头连连撞向柱子 最终在这汉服的打骂下 这个柔弱的小妾滑台小产了 此事一出杨万石心中遗憾 也不敢言语 马建福劝出大哥不要剧内怕外 认为他缺乏做男子的骨气 于是他强硬的留兄弟二人 在自己的房中痛饮 任由伊氏在房中撒泼 接下来狐献马建福 会怎样惩治汉服伊氏呢 关注我 咱们一起看下半集故事 感谢观看